我个人学华华经有一段因缘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读佛学院的时候 其实我喜欢的是维士学 其实我那个时候有听华华经 但是我最喜欢维士 但是维士的好处 它解释因果很清楚 这怎么回事 我今生没有造这个罪 为什么造这个果报 因为倉库里面有 所以维士的因果思想 它建立一个阿那也是的概念 就是你今生 不是承担你今生的因果 你要承担你无量的过去的因果 这个就是维士学 所以维士学的思想 你看维士学修的关照是什么 修无分别次 我看到阴眼果报 我没有意见 我不能动明眼 万般皆是夜半点不由人 当然维士学也有缺点 维士学你学完以后 你觉得内心很沉重 你背负无量的过去 就是这个生命的水流 从过去流到现在 你要盖锅前授 你过去的阴眼 因为一个都跑不掉 都在阿那也是保存着 后来我学了那眼镜 心生大欢喜 何极自信 本质清静 没什么过不过去的 那眼镜说 你不要想这么多 今知当体事 方恨至戳妥 就是何极自信 本质清静 当下就是清静 所以弄眼镜讲当下 他不谈过去 他说 你把握每一个当下 你只要把生命当作 每一个当下都把握好 人生没有什么过不过去 也没有什么现在未来 那是一个片段 才有过去现在未来 每一个生命都是 当下当下当下就够了 我觉得这个思考很好 找到人生的出路 所以诸位你如果学维士学 觉得很沉重 你可以看看任言经 他会开出一条 山穷水尽 遗无路 柳暗花明又愚蠢 当然任言经 会让你一个人 何极自信 达望本空 知真本有 本来没有烦恼 本来没有毅力 本来没有生死 你这个时候就安定下来 这个时候内心会产生一种 安稳即进的力量出现 当然如果你没有看所有的教理 还好我那个时候学院 读过滑滑金 其实这个地方是一个 很容易堕入的陷阱 如果你没有大乘善根 十个八个跑不出来 你一天到晚懂认言经 或者读经纲经以后 知道何其自信 本自信 本来无一物合住 惹尘埃的时候 你什么事都不想做 就像一光大师说 好日不如无事 安住孤独 享受寂静 当然这个时候 你会想 人生只是 成佛 只是追求寂静吗 当然我们学过 因为我们学院读过 法学 就知道这样不对 但是又很难抗拒 那种寂静的诱惑 因为你一坐下来 任人心一现前 那就是挡下寂静 当然我们知道 这有两种过失 一个菩萨 好要寂静 妄施大悲 不要修善 对于资良意 不想修 对于大悲心 会减损 不至于说断菩提心 但是大悲会比较磊落 后来我就强迫自己 读华华经 送华华经 送到药王菩萨 本视频的时候 看到药王菩萨 为了求华华经的 忠道实相 为法面身 把自己燃烧 非常感动 那个时候 才从寂静里面 跑出来 回到忠道的菩提上 所以我个人觉得 从有向的 追求快乐 要到寂静 不难 对我来说不难 但是从寂静 要重新出发 到菩提这块 真的很不容易 因为你寂静的时候 你说 至少我能够 善加保护自己 如果你把 愣人静的寂静 再配合佛号的 信愿持民 其实往生是够了 当然 这样子的质量 功德未来的善根 是有问题的 如果你的眼光 没有非常远的时候 你就这样也挺好的 那么也就是说 我还是那句话 注意我们的因地 以其我们无量节来 羡慕别人 倒不如我们现在 把它做好 因为这是一个圆满的 成佛之道 诸位 不管你愿不愿意 我们一定要成佛 也就是说 这条路迟早要走 那么既然迟早要走 你早走 晚走不如早走 就是说 你追求寂静 你绕了一千 你还得乖乖地回到这条道路上 因为没有第二条路 成佛之道 滑滑经只有这条路而已 没有其他路了 凡夫你不可能走那个华严经 你说我到净土去 到净土去 阿弥陀佛照样跟你说滑滑经 你跑不掉的 所以你以滑滑经这条路 一心三观 莲花的思想 你迟早要建议了 你现在不学 你到极乐世界 你还得学 所以说我们的学佛一开始是 见山是山 见水是谁 就是从断道修丧开始 追求安乐 最后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开始修学空关 安住寂静 但是见山不是山 要回到见山是山 我跟大家讲 非常不容易 非常不容易 从后初讲非常不容易 所以还好佛都说了滑滑经 他就要从各种文字向来引导你 那么这个时候 你如果经过了空训的极定 见山不是山 再回到滑滑经 这个时候的力量就坚固 所以写滑滑经的人 最好先有空关的基础会比较好 你如果说一开始从仁天证 直接写滑滑经 你可能会 当然可能 每一个人的善根不一样 一般人会觉得 看不出滑滑经好在哪里 你看不出来 我以前在修人天 但就是这样子 但如果你修过空关的人 经过一段的极境 然后那个时候 有一点以空性为助 跑不出来的时候 滑滑经对你是最好的妙药 它会让你就是 对于排斥阴言所生法 而把它转成一种历练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 为什么 滑滑经能够荡化成之实 叫废草万之事情 开方便之权本 是真实之妙礼 就这个概念 好 好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